规划的通知 出现在忘 世界D级自行车紧要赛场地赛结束 中国队夺得8美金牌 比我更好 那表示我们亚洲水准的进步 今天我们还是在跑 但是我们跑绝对不是什么亚洲纪录的速度啦 绝对不是 我们可能都会慢跑 对不对啊 那我们是为了一个很崇高的心愿 就是希望2008年的奥运会 可以在我们延华子孙的北京来举办 明天两岸长跑活动将移施上海举行 这是中央台和浙江台报道的 6月23号被誉为国教林匹克日 军队拼搏 以0比0逼平了本组实力最强的欧洲亚军乌克兰队 出现形势比较乐观 比赛开始后 乌克兰队出人意料地打起了紧缩半场四击反击的战术 而且对驱锅严加防范 上半场结束前 只有乌克兰队的弗拉西蒙科的一记射门 对中清队造成了威胁 下半场乌克兰队的防线前压 但中清队早有防备并不时打出反击 驱锅的射门被对方门将神奇复出 中清队丢失了全场最好的机会 此后双方再无见数 中场前徐亮的一记任意球打得太正 双方终以0比0握手言和 中清队在本场比赛中表现出了成熟和自信 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作为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首先对两个队呢 就是考虑到一个作为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出现 对吧 作为我们队的要求呢 是当然作为这场比赛呢 还是按照以我为主 但是乌克兰队呢 输得比较大 防守比较密集 针对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们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我觉得从整体的90分钟来说 打得还是比较聪明的 同组的美国队在随后的比赛中 以4比1大胜智力队达马库斯为本队攻入两球 这样智力队连复两场小组出现几乎无望 目前在C组乌克兰与中国队同击4分排在前两位 美国队排在第三 阿根廷两战皆胜积6分 和巴西队分别位居A组和B组的第一位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国选手今天在秦皇岛又一次让人们吃了一惊 他们一举囊括了世界B级自行车锦标赛场地比赛的最后三项冠军 加上昨天夺得的五项冠军 中国车手一共获得了9枚场地金牌中的8枚 今天在极具观赏性的男子个人淘汰赛中 祖国大陆选手与中国香港运动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